哇 直接開始了 我的名字叫做安娜 我最喜歡兔子了 今天也和兔子一起玩 我有一隻棕色的兔子叫妹講 有一隻狗叫姑講 兩隻動物的耳朵都是垂下來的 那我沒有按 我沒有按字幕他怎麼一直跑啊 欸 讓我看一下吧 安娜說他想要像兔子一樣 而且想要像兔子一樣講話 他想要變成兔子 文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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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不對了 安娜是女的 好跳動的故事喔 安娜直接就變成兔子了 這裡是哪裡 妖精說 歡迎來到妖精之身 這裡是死之後來 死亡之後的場所 欸我死了 再往前是兔子樂園 嗯 嗯 普通的兔子 死後就會來這個兔子樂園 人類是不會來這邊的 如果你在這邊死後你就會回到 正常的世界變成人 這樣子嗎 安娜說我真的死了嗎 美獎他們 姑獎他們呢 妖精叫我說從今以後就在這邊跟美獎 跟姑獎一起生活吧 請在死後的世界 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享受這個死後的世界吧 然後妖精說 你可以往前走了 就這樣子了 掰掰 恩 不管如何先去兔子樂園嗎 操作方法 恩 齁 基本操作方法 欸 呵呵呵 妹 妹講從我屁股跑出來 哇 妹哭 喔 他叫自己的寵物叫妹哭 一個是妹嗎 一個是酷 合起來講叫妹哭 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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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妹哭 你在這邊 妹說 呀 安娜 你聽得到我說話嗎 兔子說話開始聽得到 因為他自己變 變成 兔子了 欸 妹 妹講你講話了 姑 姑 姑獎也會講話喔 為什麼 妹講說 我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欸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能聽到你說話聲音就對了 姑獎說 呃 那 安娜 你怎麼長得跟兔子這麼像啊 安娜說 嗯 果然啊 我已經 我已經不是人類了 姑獎說 嗯 我們不要在這邊繼續講話了 我們去樂園吧 我們去樂園吧 這個在去樂園 我感覺這些寵物 對死後的世界都放得很開啊 那死了之後就 也不覺得說悲傷或怎樣 然後就 走吧 我們去死後的樂園囉 yappie 這樣子 妹 呃 妹講說 難道死後還有 生活可以過下去嗎 姑獎說 不管之後我們先往前走吧 欸 啊 美獎跟姑獎真的在我後面啊 這可愛 可愛的有點過頭啊 這是一個 萌萌RPG 啊 你們 你們仔細看安娜的那個人物造型 他是兔子嘛 前面還有兩顆粉紅色什麼東西啊 兔子這樣子嗎 啊 3SK的技術超棒 安娜 安娜怎麼有 葡萄乾啊 不對吧 而且安娜寫特別多啊 150滴他是戰士 葡 葡萄乾安娜 喔 到了 這個是在等待新人的兔子 他說 歡迎來到兔子樂園 你這傢伙看起來 臉很像人類耶 嗯 是因為你長得很像你的主人嗎 人家都說 寵物對不對 養久了 跟主人會有那個 長得很像的臉 會有主人臉 寵物臉 這樣子啊 這裡是 兔子死後來到的樂園 這麼棒喔 還是說只有兔子死了才有樂園啊 其他狗貓啊 翹辮子了 就 就沒了嗎 所以說這個遊戲的作者一定很喜歡兔子 臭兔子 待這個地方 不用擔心 吃的東西 也沒有敵人 嗯 雖然是這麼說 但最近聽說有 魔物出現耶 呃走出村外之後 類 什麼草叢裡面嗎 很高草的地方 那邊會有魔物出 出沒 所以 不要出村子喔 出村子後要小心點 然後 接下來 如果你在這個 樂園中啊 兔樂園中 有什麼東西想要買的話 這個 拉比特硬幣 你可以用這個來買東西 我會給你一千的拉比特硬幣喔 拿到了 兔子世界的代幣 他說 好好在這個世界享受吧 死後的兔樂園 嗯 他說 我們去找其他兔子問話看看吧 顧 哇看起來好像很快樂的場所耶 沒錯 安娜 呃 如果想要知道這個 村子的事情的話 我們去 村子裡面找兔子聊天看看吧 他說 沒錯 不管如何先問看看吧 我沒有看過綠色的兔子 他說 不知道這事情村民都會教你 村子 出村的話會有怪物出現 要小心點 怎麼會有綠色的兔子啊 很噁心耶 欸說真的 安娜是唯一一個戴帽子的兔子 有點可愛 有點像 最復古風的神奇寶貝 這個狐狸 與 綠洲是聯繫的樣子 想要去綠洲啊 綠洲 快要去嗎 你已經在死後世界了 還想去綠洲 死後世界再死一次會是怎麼樣 會到哪裡去啊 啊這個 這個兔子是教我怎麼紀錄 嗯 按AX可以到 選單畫面 哇這個我懂了嘛 哇這太基本了吧這些 這隻是 呵呵呵呵 呵呵呵 種殘的兔子 這隻兔子常年在田裡面工作 所以毛也髒了 身體也黑了 一副就是很出勇的兔子 這裡是 沙地挖沙的地方 可以讓你解放你的壓力 啊這不是田喔 這是像那個 像那個沙地一樣 遊樂園的沙地啦 兔子來這邊有沒有挖沙 然後一直狂挖 挖土 就可以解放自己的壓力 平常生活壓力太大的話 就來這邊挖一下 好地不挖嗎 紅色的房子是休息用的 藍色房子是吃東西用的 沒講說 這裡 沒有賣吃的嗎 有賣武器嗎 蛤 他說他不會 他們不會賣這麼 危險的東西 不會賣武器什麼的 因為這裡是樂園耶 靠 外面都出現魔物了 什麼樂啊 呃 街左邊走的話 喔 往左邊走 就有魔物了 喔 現在來 講完話了嗎 記錄一下 沒有目的 沒有進度了 就記錄了一下 上面的shop 好像神奇寶貝裡面的店 放尿的地方 這什麼地方啊 一堆兔子坐在這邊 兔老院嗎 養兔院 疲勞的時刻 可以吃一下蘿蔔 或者吃一下蘋果 你就可以回復元氣囉 什麼鬼 想要 喔 他說有 有些兔子可以使用特殊的技能喔 那個一定是 馬雞相待唷 可以使用特殊技能的兔子 一定就是魔術兔 魔術師 王 森林好像荒廢了 雖然有聽到傳聞了 安哥拉兔 喔 胸裡 森林裡面的魔物 好像就是胸爆化的安哥拉兔啦 喔原來如此 我有聽過安哥拉兔 安哥拉兔不是那個最大隻那種嗎 結果把我們的街道給破壞了 我很擔心 什麼安毛兔 蘿蔔 蘿蔔和蘋果 旁邊的商店有在賣 這個遊戲是很輕鬆的 我們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在上面 如果你覺得你有壓力對不對 就去沙地上挖土一下吧 我有讀漢方草藥 我有學習這一類的秘方 漢方可以讓虛弱的身體回復元氣喔 喔如果被打倒的話 喝 喝中藥可以回復元氣 SHOP不要 沒有我 我先去 每一間都先看看再說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敵人的話一定會很舒適的 但是突然就出現魔物了 啊我討厭要躲避魔物的生活 有人說他有壓力耶 去去挖土一下謝謝 虹夢大技到 他想要跟朋友們預定 已經要去森林中探險 但是現在森林不能去的樣子 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外面有狂暴化的 安毛拉兔 最近年輕人 大家都 什麼 大家都在街上無所事事嗎 我沒有注意看不想看 一副很屌的兔子站在這邊 這個村子很安靜很適合居住 這什麼虛幻森林中 他說從虛幻森林中來的新人 讓我感覺很開心 這個街上大處都是年輕人 好像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街上的樣子呢 都留在家裡就好啦 尼特兔 怎麼沒有道館 這又不是神奇寶貝 怎麼道館 還在練功嗎 我生前是人類養的寵物兔 我最喜歡草莓冰淇淋了 但是這邊沒有草莓冰淇淋 哇 那個人一直在說什麼草莓冰淇淋的鬼話 吃那麼甜的東西身體會變壞的 我的主人是這樣教我的 蛤 蛤 兔子還分派系啊 呃 這個房子裡面的兔子都是 生前是人類養的寵物兔 想要跟世主 再見一次面但是沒辦法了 這裡雖然是樂園 但是但是我好傷心 我沒辦法跟主人見面 旁邊的兔子是我的妹妹 嗯 蛤 哥哥常常跟主人 相會然後 咕咕咕咕咕 是什麼意思啊 常常在主人的身上抹來抹去嗎 磨蹭磨蹭這樣嗎 就說呀你這個新人 你的臉看起來好像人類喔 說真的啊為什麼只有我戴帽子啊 完全是異類啊 異種兔 蛤 這是神奇寶貝中心嗎 哈哈哈哈 還有床欸 神奇寶貝中心啊 欸藍色的兔子是什麼鬼 兔子有藍色的 要休息嗎 好休息一下 免費的啊 完全回復了 歡迎再度光臨 登登登登登 跟 是這樣子嗎 買東西 我有1000拉比特嗎 哈蛋喔 普通的蘿蔔 普通的蘋果 50恢復 HP跟MP恢復而已啊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一個 留個 留個兩百塊 我們錢不要全部換在同一個地方 留點錢 我是一隻聰明的兔子 都來過了 可以出去了啊 我沒有武器耶 我身上完全沒有武器耶 搞屁啊 人物也沒有 什麼什麼戰鬥力的設定之類的 欸 怎麼有突然一隻兔子 聲音在我面前啊 白色灰白相間 他說 你 你是安娜對吧 我是 安娜在小學生的時候 就養 養過的嗎 在兔子小屋 中 的兔子 喔 你們知道日本小學生 他們不是都有一個飼養的 飼養動物的那種籠子嗎 讓 班上的人大家一起養兔子啊 養一些寵物啊 這隻兔子就是安娜小學生的時候 在學校的 兔子小屋中養過的兔子 他說 為什麼人類會來到這邊啊 而且這個時候外面是出現魔物的狀態呢 安娜 你 你 你怎麼會來到這邊 你跟這裡的事情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姑 姑講說 喔 你在說的就是 是 安哥拉兔兇暴化對吧 沒說 不可思議的現象的原因 一定就是安哥拉兔 搞出來的 首先我們先去街上收集情報 然後 把我們收集到的情報 再跟大家交換情報吧 再往前走就是什麼 草村嗎 庫莎姆拉 草 後面那個姆拉應該是翻成村啊 就是草村 往草村前進就對了 如果遇到魔物的話 只能 只能跟他對幹喔 小心點前進吧 就這樣啦 開謎 欸 就這樣子啊 他不加入隊伍一下啊 看起來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兔子啊 不加入隊伍一下 遇到魔物要是我被咬怎麼辦 草村 誰出去 神奇寶貝吧 靠 小心魔物 欸 這隻兔子 這老鼠吧 怎麼會是兔子啊 欸 攻擊 技能 喔我沒有技能啊 道具 啊 我覺得 我升級之後應該會學到技能 然後 三隻應該會有不同的 成長方向 我突然覺得 哭獎好蠢 他鼻子黑一塊 超笨的 安娜攻擊miss 哇 欸怎麼都miss啊 那不是說安哥那兔狂暴化嗎 為什麼會出來老鼠啊 有點痛欸 安娜攻擊11滴 咕...喔 喔 我家的狗狗攻擊力最高 他普攻30滴耶 超棒 哼 哭獎好猛 一百斤miss 哇 升級得好快 欸 欸 我要回去補血一下 安娜看來是個坦克啊 人類血超多啊 可是好軟 接下來又是一個練功的節奏 我就 輕輕鬆鬆 安安全全的練個五級再說吧 補血一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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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誰在說什麼不要招惹藏牙 什麼藏牙 這邊又沒有野豬 這邊就老鼠而已欸 啊靠那什麼鬼啊 變異的蘿蔔嗎 蘿蔔怪 啊沒學到技能 欸先打老鼠 這雖然是怪物怎麼看起來有點可愛啊 噢攻擊力變高了啊 欸 蘿蔔臭屁攻擊 說真的為什麼 我們現在 網路遊戲能力這麼發達對不對 為什麼不做一個像這種 這種風格的 網路遊戲呢 玩家就是用像枯獎啊或者是美獎這種 小動物圖案對不對 對在世界中冒險 多有趣啊 身心 身心放鬆 壓力解放啊 好生氣啦 阿拉拉拉拉拉拉 啊啊啊啊 逃跑 補學一下 我什麼時候才能學到技能啊 登登登登登登 壓力解放可以去挖沙子 喔真的啊 挖一下 挖一下啊 不能挖啦 不行 喔 攻擊越來越強啦 我到底 我幾級啦 四級了嗎 遇敵率太高是因為 可能道路很短 所以遇敵的遇敵率比較高 那你要升級要升快點 當然也是遇敵率高升比較快啊 這個不是8小時RPG啊 這好像只有一兩個小時而已啊 不進 欸我是一次升兩級喔 喔 我是一次升兩級欸 我已經14級了 好快欸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練到100級啊 往前走 就是草村了 有很多草 草蟲 最好是帶著蘿蔔前進喔 真的嗎 我再練一下 晚點再去了 打爆老鼠有拿到錢嗎 我沒有看到 喔有有拿到錢 好快喔 快過頭啦 一眨眼已經 喔15級了 喔靠 練到30等可以進化 不行吧 進化成什麼 安娜要進化成什麼 小安娜 安娜進化成 小安娜 小安娜再進化成大安娜 什麼腳踏車 這不是神奇寶貝好嗎 欸我拿什麼道具啊 好像是吃了而已啊 不然我已經不會死了好像 必須練下去 不是不決練到100級啊 童話生進化成Fullhouse 進化成葫蘆 古獎跟美獎的進化 應該不會進化啦 我也不知道說真的 繼續玩下去才知道 不玩 每次一族怪都可以升級了 超爽啊 滿足練功的慾望 這個遊戲發行在台灣就發了 幹什麼小狗獸敵路獸這些我不懂啊 到底是看了多少那個卡通啊 那個卡通叫什麼啊 我也完全忘記了 我沒有看過 我只是要大便獸而已 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 一般像的卡通裡面出現大便獸這種東西啊 這不會讓小孩子覺得說 哇我每天都創造出一隻寵物來這樣子 然後拿著自己的大便去丟了 髒死 有人說這邊有打小剛住的地方 不會有啦 應該啦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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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買武器我覺得蠻 蠻可惜的 我想要穿的 超厚超重的 打爆這些老鼠 打完第一道館可以學砍刺 我們不要再把這個遊戲 把他當成神奇寶貝來玩的 雖然看起來很像 但實際上不是 那是一個復古 啊 奇摩西的風 奇摩西的風 什麼 什麼鬼啊 記錄一下 奇摩西 奇摩西什麼俠 我怎麼沒頂過啊 放看看 啊不是 不是安娜 有學到技能了 敵人全體 傷害 大傷害 喔 41次喔 我懂了啦 這 這個隊伍裡面三個人對不對 安娜就是坦克 妹就是魔法師 然後 菇就是 類似近戰攻擊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他的 武功很強 所以說我們要保護好美獎 他可以放出 高傷害的魔法 欸其他兩隻怎麼都沒取到技能 這太蠢了嗎 自立一一嗎 不止 不止 怪物打我現在都個位數了 喔沒獎的MP特別多嘛 一開始就提示我們了啊 啊我取到技能了 呃 喔是孤獎學到 是嗎 喔勒 喔我是撿到道具而已喔 戰士法師盜賊 啊有人 有人翻譯了 奇摩西是貓尾草 貓尾草風 貓尾草風 可是這個遊戲中又沒有貓 休息所 喔這麼棒 喔可以睡啊 你們看起來好像很疲勞的樣子 最近這附近有很多魔物出現 而且大家都受傷了 這邊的床見你們睡吧 魔物好恐怖 我不要再出去外面了 啊真是的 我想要去街上但是 路上都是魔物 登登登登登 耶 超友善拿的PG啊 我已經20多級了 而且 路途中間就有 休息所可以直接睡覺 我在這邊練等級說真的 我可以練到100級 都不用回去了啊 這什麼啊這隻 這個才是安哥拉兔對不對 等一下我放個技能看看 休息所就在旁邊 完全不用 顧忌什麼放就對了 火箱槍 喔 好猛 沒講超屌的 留下MP喔 等一下這邊要打BOSS之類的 我們的攻擊力爆高的啊 這個和平世界中的魔物已經阻擋不了我們的 這是一個兔子殺兔子的世界 你沒辦法否認 弱肉強死 就算是兔子的世界也一樣 嗚嗚 欸我要贏啊 魔物兔的攻擊 喔 名字叫魔物兔了 魔兔 無限ホリホリ 你們知道我剛剛學到什麼技能嗎 無限挖掘 好像是狗狗學到的 狗狗學到無限挖 對著自己腳架的土地狂挖 欸真的 可以對對手進行三次的傷害 三次連續攻擊 幫看看 無限挖掘 喔好強 好強 超猛啊 回去休息一下 這邊怪好多喔 我這樣一路練過去 直接破關了吧 我覺得這狗狗真的超強的 兔子什麼的 太虛弱了 養兔子 養兔子幹嘛 大家不要養兔子 養別的 靠 這敵人玉敵力太高了吧 我現在也覺得了 這玉 玉敵力 可以稍微降低一點嗎 一路過去 五六十幾了 打到一大堆蘿蔔 打到一大堆蘿蔔 一隻兔子也敢來 找死 有人認錯了 其實 鼓... 鼓獎是狗 鼓獎不是兔子 鼓獎應該是狗 應該啦 不管他是狗還是兔子 隨便 我可以去破關了嗎 應該沒有那麼快啦 有人說這個勝利很不友善啊 大家都知道啊 有魔物出現的... 的森林 我不要浪費MP 我用8的就可以8死人了 法師受到攻擊一次來兩滴 我已經完全征服這個地區了 我可以去下一個道館了 卡的玉敵力太高啦 你們有看聊天室嗎 有人說他已經養死了不少隻兔子了 兔子有這麼難養嗎 怎麼還沒死啊 安娜怎麼都沒學到技能 街 村 真 真是簡潔的 告示牌 哇這邊建了好多大樓喔 真的是像大都會一樣呢 真不愧是大都市啊 神 哇這邊 人多 人好多房子好多啊 大家都是崇拜著 崇景著 超高的高樓大廈 所以才來這裡的 嗯 這邊有非常多的兔子喔 這邊變得有點奇怪啊 很像那個詭異的賭場 這邊什麼都沒有啊 為什麼會 憧憬這個地方呢 明明就只是水泥牆 水泥房 就這樣 村子裡面的生活比較快樂吧 嗯 這邊看起來很像人類居住的場所 難不成會有什麼機器 在路上奔馳著嗎 欸 兔 這隻兔子 怎麼鑽在房子裡面去啊 嗯 這個 哇 這間睡覺的 休息設施 睡一次要五百塊啊 明明在村子裡面都不用錢的 欸有點貴耶 五百塊耶 夏普買一下 哇 漢方藥 喔 漢方藥是復活藥 都買一點 好吃的蘿蔔 可以補兩百 啊 我把我所有錢都花在補品上面 反正這個 這個遊戲 沒有武器可以買嘛 所以無所謂 亂紀錄 哇這個長長的建築物 叫做 拉比特 HIGH SCHOOL 欸不對啊 喔不對啊 他 拉 這個拉比特在日文就是 Rabbit 這 就是那個兔子的英文就對了啦 Rabbit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這裡就是兔子高中 嗯 兔子小孩子們都來這邊上學 但是學校裡面沒有運動場 這是一個大問題呢 這就是兔子高中 拉 Rabbit HIGH SCHOOL 嗯 真的 最近的孩子好可憐 學校裡面連操場都沒有 只能在那邊慢慢的 像是蚯蚓一樣 走來走去 他說這裡 雖然建築物有二樓 但是 看起來很普通啊 跟村子裡面完全不一樣啊 我完全不能了解 為什麼有人要 對城市裡面的景象很憧憬呢 很崇拜呢 我們家族 有 計畫要前往 綠洲旅行 但是 森林 還是山上 到處都是魔物啊 計畫都沒有用了 好可憐 綠洲 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去的場所的樣子 啊 但是那種漂亮的自然 我好想去看一眼 就像老母說的一樣 森林跟山是很危險的 蛤 遇難的兔子 綿圓不絕啊 那種危險的場所還是不要去比較好 恩 當然 我對綠洲還是很在意 還是很想去 森林跟山 恩 普通的 兔子獎 原來是有 欸 這個傢伙 就算覺得危險他還是要去 哇靠 我已經33級了 把這個講過話了 村人幹嘛不去練等 村人去練等 這故事不用玩了啦 這些兔子基本上都是 尼特兔啦 他們都喜歡待在家裡完全不走 完全不出去 安居樂業 安於現況 他說我的孩子們 我的孩子們計畫著要把安哥拉兔 全部打爆 是這樣子嗎 但是 他們雖然這樣子計畫著 但是從來沒有出去 實際的 打過 所以大家都是耍嘴皮子而已 就像 這就解答了嘛 大家都安於現況嘛 這些兔子 他說 能夠真的跟安哥拉兔 對幹的兔子 應該沒有吧 恩 這樣說的話 為什麼安哥拉兔 會兇包化呢 一定是因為有怪物出來的關係 欸 痾 我們 我以為我們能夠打得到安哥拉兔的 你知道傳說中的蘿蔔嗎 只要能對著傳說中的蘿蔔許願 什麼願望都能實現 只要有了這個東西 我想 就能夠打退安哥拉了吧 但是那個傳說的蘿蔔 聽說在綠洲中喔 喔 我知道現在的目的要去哪裡了 我就是要帶我這一行人去綠洲 想要去綠洲的話 要通過森林 但是 因為安哥拉兔狂暴化的關係 那個森林非常的危險 雖然繞遠路走山也可以 但是 山那邊的怪物太強了 我們該怎麼辦才好 你們看起來很強的樣子 呃 拜託 請代替我們前往 岩山吧 你要去嗎 呃好 好啊 呀打 到岩山之前 有警備兔在那邊 警衛兔 呃 只要跟那隻兔子講話的話 他就放你們進去了 嗯 代替我們 取得傳說的蘿蔔 並且打倒安哥拉兔吧 喔 在這個遊戲中我有了第一個使命啊 就是打倒安哥拉兔 取得傳說的蘿蔔 好多地方啊這個 曲弓鎖 兔子曲弓鎖 嗯 他帶母親來買東西 二樓可以休息 這裡好大 喔那個櫃檯那個小姐看起來好可愛喔 上面有很多兔子 有點太多了 哈哈 等待的時間有點累啊 嗯 他說 我以後 找工作 我就要來我最 憧憬的大都市裡面 當 當 當什麼公務員 但是 這邊的社員有八成都是女的 都是母的 這是市長的興趣嗎 都不請公兔 都請母兔 公兔怎麼辦 吃圖嗎 這裡是曲弓鎖 如果你有對生活上有什麼意見的話 二樓可以 有人幫你處理 這裡是服務台 你想幹嘛 有賣武器嗎 這裡是樂園隊吧 當然沒有那種東西啊 搞屁喔 痾 街的北邊就是 綠洲了 喔 喔我懂了 我想跟市長面對面 呵呵呵呵 市長是 不對一般市民公開 嘿 欸 欸 什麼 這什麼 預約嗎 他需要預約才能見得到 幹這市長怎麼那麼大牌啊 啊靠 這二樓等待你的兔子也太多了吧 要來辦你事情的兔子太多了吧 這個 效率不能快一點嗎 好多 啊來曲弓鎖的兔子好多啊 這種時間 超混亂的 我是從村子來的 但是 一路上 出現魔物 所以我回不去了 所以我需要 來 怎麼講 借助 來那個 休息所借助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來的 我是因為 兒子在學校裡面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我來這邊 學校連挖土的地方都沒有 太奇怪了吧 嗯 我就是要來 來詢問問題的 好煩喔 完完全全是解決兔子民生問題的地方 想要跟市長說話的話 一般市民是沒辦法進入市長室的 該怎麼辦呢 呃 他要來註冊結婚 然後這個是 新婚旅行的時候要去綠洲 只要魔物消失的話 森林就安全了對吧 蛤 森林是我們 生活的 最重要的 本 最重要的生活 源頭 如果不能去森林的話 我們連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太困擾了 飾空水不就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嗎 我不知道欸 可是這裡是樂園啊 幹嘛還解決問題啊 這裡是兔樂園欸 欸 啊啊啊啊啊啊啊 回去的時候 如果不準備晚飯的話 這裏是把他還拉了 被破壞 食物也減少 不管如何 處理一下吧 這這講什麼 他說他 還有三個孩子要養 之類的 怎麼這些兔子 那是抱怨一些 很平常的問題啊 不理他們了 喔 這個是說他們正在 他們正在討論中啊 解決問題中啊 我不能打擾他們 道理來說應該有個方法可以進市長寺對不對 不過...算了 到時候再想吧 我先把這邊灌完 這裡好大喔 喔 市長的老婆 我的老公就是市長喔 呃 我對這個地方這片區域附近都很詳細 呃...詳細都知道很清楚 如果你在這條街上有什麼事情想要拜託的話 可以跟我講喔 我想跟你講啊 拜託啊 那我看一下市長啊 雖然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要找他 啊 學校也沒去了 啊 學 一進來學校就是 這就是學校 食べでいいものとダメなもの 他們正在學習著 可以吃的東西還有一些不能吃的東西 生活常識這樣 老師說現在正在教課中 不要來打找學生們 好多東西可以講話 啊 我討厭讀書 我想要運動一下 但是森林被封鎖了 而且這個街上 連運動的地方都沒有 太爛啦 什麼破爛街啊 現在不能去森林 所以我們只能在那邊讀書 我們只要一直讀書就會變聰明對吧 然後我想要讓這個街上 更充滿著有用的設施 這是我的夢想 這傢伙說 旁邊那個傢伙是 這個學校中 成績最優秀的傢伙 但是 我卻是 這個學校中最笨的傢伙 所以我希望坐在他旁邊 離他近一點 說不定他可以把他的聰明傳給我 這些兔子真的是想法各式各樣 有趣 我們現在正在學習可以吃的東西 兔子 兔子等於蘿蔔 這個印象是錯的 千萬不要讓他們吃太多蘿蔔 實際上兔子 不是最喜歡吃蘿蔔的 實際上給兔子吃太多蘿蔔 還會對身體不好 好棒喔這個遊戲 有教育意義阿 他說的是真的 我們平常吃東西的時候要 吃的營養均衡 但是 店裡面只賣著蘿蔔跟蘋果阿 日文的兔子叫做 ウサギ 對啊沒錯 兔子樂園 兔子樂園 窄的有點 我的意料外阿 太窄了這個兔子樂園 而且這個樂園好像 只蓋了120年 120年前成立的 再這樣開發下去的話應該還會變得更大吧 怪物好恐怖喔 不管如何怪物消失吧 山那邊 是真的非常 黑暗 非常暗 看不見光 而且有很多兔子都在那邊遇難了 岩山有一個很大的 岩石洞窟 而且裡面很暗 很恐怖 所以小孩子們都不能讓他去那邊 如果長大之後就可以去洞窟探險了 好多喔 好多喔 好多話喔 沒有沒有沒有不重要 綠洲那邊會是 綠洲那邊是我們的水源 但是岩州 安哥拉兔啦 因為阻礙森林的發展嘛 連水也流過來的樣子 完完全全都是安哥拉兔的錯 森林裡面一大堆魔物 嗯 哈 這家我說坐在後排的話 你就可以在那邊偷睡覺 老是看不到你 太棒 這隻兔子還是最聰明的 這裡 這裡 我可以聞到水泥的味道啊 太噁心了 到處都是水泥房 偶爾也想要吸一下 葉子的味道 這個世界真的很不可思議呢 兔子竟然可以用兩隻腳走路 我想都不敢想啊 修行的兔子就可以 修行過後的兔子可以用技能 說不定我還可以發出什麼光線啊 兔子光線 傳說的蘿蔔是真的嗎 還是傳聞而已呢 你這傢伙知道傳說的蘿蔔對吧 只要對那個蘿蔔許願的話 不管什麼用都能實現喔 我每天都吃的很好吃的蔬菜 我是大九野島的兔子 大九野島的兔子 他說他從以前就很想要來大都市住 再往前就是岩山了 岩山有很多強的魔物 你還想往前嗎 要取得市長的許可 才能去喔 市長就在最大的高樓的 最高屋頂上 嗯 岩山 哪一棟啊 可是他那邊不是堵起來的嗎 我怎麼找得到市長 每個都講話看看 街上都是水泥做的建築物 好想要去挖洞喔 現在沒辦法去森林對吧 好像發生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森林 是我們的食物來源的地方 但是森林不能去的話幹怎麼辦啊 這些兔子在抱怨同樣的事情啊 市長不出來解決一下嗎 他說太太 你知道傳說的人生嗎 我不知道 什麼是人生 就像傳聞中的一樣啊 不管什麼願望都能實現的人生啊 太棒了有這種東西 啊這個是 這個是直銷兔對吧 這是直銷兔對吧 那故意要賣什麼 明明就不是人生 實現願望 他要賣人生給他 最近 妻子對我的態度非常地冷淡 我很擔心他是不是 出軌了 我想要跟我的朋友討論一下 我還是很不安啊 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我的妻子和女兒 蛤 都比我還早死 然後我旁邊這個 我會是 蛤 蛤 這是在講什麼 Erico媽媽 他是他一家人 他的老婆跟一個小的女兒都死了 他要跟剩下這個大女兒一起找地方去住 好久 我在這個城市裡面講話講了好久啊 講不完了啊 什麼時候才可以找到市長啊 哇靠這什麼 原作會議嗎 原作會議嗎 這是他們的什麼母兔 母兔會議喔 重要嗎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城市裡面 公兔的 老婆或女朋友 他說大家都有男朋友嗎 好羨慕喔 我也想要一個看起來超帥的公兔 呵呵 所謂的IKE OSU OSU就是 公兔的意思 公的動物 IKE就是 看起來很帥 所以說 故意簡寫成 IKE OSU 就是看起來很帥的公兔 這個我每個都要問嗎 呵 他說他對 偶像兔沒有興趣 大家都在說 什麼公兔的話題 但是我對 公兔沒有興趣阿 這有一個 雷絲鞭兔阿 怎麼都不重要這邊 這邊就是母兔的機會阿 大家都來這邊七嘴八舌的 八婆會議 這什麼地方 空行禁止 升 欸 搞屁喔 我市長也找不到 出也出不去 怎麼辦 等一下我直接衝出去看看 欸 可以直接衝出去嗎 我幹嘛找市長阿 笑欸喔 在這個地方 我 stabilize 感谢观看